历代至上第四章 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西斯伦、加米、护尔和硕巴 硕巴的儿子利亚亚生亚哈 亚哈生雅护买和拉哈 以上这些都是索拉人的家族 以坦的儿子是耶斯列、伊施玛、伊德巴 他们的妹妹名叫哈希勒波尼 基多的父亲是皮努伊勒 护莎的父亲是乙谢尔 这些都是伯利恒的父亲 以法他的长子护尔所生的 提戈亚的父亲雅施户有两个妻子 就是希拉和拿拉 拿拉给雅施户生了雅护萨、西弗 提米尼、哈霞斯塔利 这些人都是拿拉的儿子 希拉的儿子是喜列、索霞和伊提南 哥斯生雅诺、索比巴和哈伦的儿子雅哈黑的众家族 雅比斯在众兄弟中最受人尊重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 意思说 我生产时十分痛苦 雅比斯呼求以色列的神说 神愿你大大的赐福给我 扩张我的境界 你的能力常与我同在 保护我 免遭灾祸 不受痛苦 神就应允了他所求的 舒哈的兄弟基律生米黑 米黑是伊斯团的父亲 伊斯团生伯拉巴、巴西亚和尔拿霞的父亲提辛拿 这些都是利加人 基纳斯的儿子是俄陀涅和西莱雅 俄陀涅的儿子是哈塔和米诺泰 米诺泰生俄弗拉 西莱雅生格夏纳新人的祖先约亚 他们原是匠人 耶弗尼的儿子是迦勒 迦勒的儿子是以路、以拉和拿安 以拉的儿子是基纳斯 耶哈利勒的儿子是西弗、西法、提利和亚萨列 以斯拉的儿子是伊铁、米列、以福和亚伦 米列娶法老的女儿比提亚为妻 比提亚怀孕 生了米利安、沙玛和以时提摩的父亲伊巴 米列的犹大妻子生了基多的父亲亚列 苏哥的父亲西伯和萨罗亚的父亲耶骨帖 河蒂亚的妻子、拿含的妹妹生加米人基伊拉的父亲和马加人以时提摩的父亲 士门的儿子是安嫩、琳娜、汴哈南和提伦 以士的儿子是缩黑和汴缩黑 犹大的儿子是士拉 士拉的儿子是利家的父亲尔、玛丽莎的父亲拉大 以及在伯雅时比制造细麻布的众家族 还有约静、戈西巴人、约阿施和萨拉 他们曾统治摩押地 又有亚书比利恒 这都是古代的记载 他们都是陶将 是尼他印和基地拉的居民 他们与王一起住在那里 为王做工 西敏的儿子是尼姆利、雅敏、雅利、谢拉和扫罗 扫罗的儿子是沙龙 沙龙的儿子是米比山 米比山的儿子是米施马 米施马的子孙如下 米施马的儿子是哈姆利 哈姆利的儿子是萨科 萨科的儿子是士美 士美有十六个儿子、六个女儿 他兄弟们的儿女却不多 他们各家的儿女都不如尤大族的子孙那样多 他们住在别市巴 莫拉大、哈萨舒亚、比拉、以森、陀拉、比土利、河尔玛、喜格拉、伯玛加伯、哈萨苏萨、伯比利和沙拉因 直到大魏王的时代 这些都是他们的城市 还有附近的村庄和伊坦、雅因、临门、陀建和雅山等五座城 以及这些城周围 周围所有的村庄直到巴黎 这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他们也有自己的族谱 还有米索巴、雅米勒、亚马谢的儿子约莎 约尔、约士比的儿子耶护 约士比是西莱雅的儿子 西莱雅是雅靴的儿子 还有以利约乃、雅戈巴、约树海、雅帅雅、雅底叶、耶西密和比拿雅 是非的儿子是西莎 是非是雅龙的儿子 雅龙是耶大雅的儿子 耶大雅是申利的儿子 申利是士玛雅的儿子 以上所记的名字都是各家族的领袖 他们的家族都很兴旺 他们网极多的关口去 直到山谷的东面 为自己的羊群寻找草场 他们找到了一块肥美的草场 那地十分宽阔 又清静又安宁 从前住在那里的是韩族的人 以上这些有名字记录的人 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 前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 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 把他们完全毁灭 直到今日 并且住在他们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草场 可以募放他们的羊群 在西缅人中 有五百人往西尔山去 他们的首领是已室的儿子 皮拉提 尼利亚 利法亚和乌靴 他们击杀了逃脱余生的亚玛利人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今日 1 9 2 2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